刘培元的英文教室 英文测验篇第97集 这一集的五个阅读测验 我们先念一下 Some provocations Some proponents Some prospectors Some prototypes of immigration argued that the freedom of women both within and between countries is a basic human right Staying hydrated in hot weather is key to cooling down What is idea for effectively receiving flus Repeating flus Refounding flus Replacing flus Lost Due to sweating The flus lost in any of the age Tanping Island is not only the sovereign territory Alienated territory Diagram territory A fancy territory on Taiwan But also the important side of the view Taiwan contributes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and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Taiwan is suffering from massive resource depletion Resource synonym Resource outlet Resource augmentation Due to overtation Happetite destruction Collusion and invasive species introduction The action to exceed To excel To extinct To extend an existing ARC Must be taken within 30 days Prior to its expiration date izji 这一集稍微有一点点难 argue argue它一之多一好奇的意思 它一般我们是讲说argue 争论争辩吵架 但是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主张 提出数据或者主张 它可能是吵架 可能是主张 不一定 就有一些什么的移民 但是它会主张或吵架 它应该是人 所以这前面应该是什么什么人 然后that后面可以接止去 就是一个补充的说法 就是不管它主张或者是吵架 那吵什么呢 或主张什么 它一定要有一个补语 它就等于是补语 我们这个叫做重塑连接词 Freedom of movement 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自由的一个 Movement本来是一个动作 也可以当做一个运动 就自由的活动 Both 两者都是 包括在Within 在里面 或者Between 或者是在中间 在国家 这加S嘛 国家 在一个在国家之间 活动 自由活动 自由行动 或者在国家之间 自由行动 它是一个Basic Human Rights 它是一个基本人权 所以大概是什么人 什么什么的移民的 什么人 那这就不像吵架 这就是主张 主张在国家之内 自由的活动 还有国家之间的自由 自由行动 就是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 是一个基本的人权 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Argue是主张 那这个什么的 这个 这个移民 这表示移民 就是一般我们老百姓 自由活动的时候 人家不会管你 那移民 移民进来 有人可能会管你 所以有一些什么移民的人 就是主张 移民啊 有自由活动的权利 这个意思 Pervication 它不是人 Pervication是挑衅 刺激挑衅 挑衅 挑衅的这个移入 这Immigration也不是人 这个就讲不通 什么挑衅的移民 这个不是移民 我们中文讲移民是人 它这个是移民 移进来 我们讲移入 它不是人 Pervication也不是人 不是人的话就不会主张 一定要人才会主张 Pervication是 这一题就单字稍微难一点 Pervication是倡导者 提倡者 拥护者 支持者 就是移民的 提倡者 拥护者 支持者 它主张 移民 要有 移入来的人民 新人民 移民进来的人 要有一个行动的自由 那这就说得通 Pervication是提倡者 它是人 所以我们光是看英文 Perv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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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谁是人 都没有ER 通常英文ER OR是人 所以这个题难一点 Pervication 它是人 这几个都是名词 但是Pervication 是人 支持者 提倡者 这个 就是支持移民的人 Pervication 他们主张 要有 这个 这个移民者 要有行动自由 这个就对了 Perspector 这个字 也比较冷屁 就是 通常是什么意思 就是 看茶子 去勘探什么地形 或者探矿 要去采矿的人 这个意思 也比较少见 要采 就是说 这边有没有煤矿 有没有铁矿 就是要去采矿 去探看有没有矿 这个跟移民 就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是 赔榜的 Pervication 它就不是人 Pervication 是原型 比如说 我们要造飞机 造船 原型的船 先把一个原型造出来 然后再造真正的船 真的飞机 Pervication 原型 所以也不是 所以这答案是 Pervication 就是支持移民 就是对移民 比较有利的人 就是对他比较好的 就是站在移民那边的 他们主张 移民案进来以后 你不要封锁他 不要让他这里不能去 他也不能去 他要行动自由 这个意思 Staying in Hydrate Hydrate就是有水分 如果加一个DE 就是Dehydrate 就脱水 就没水分 就是Staying in Hydrate 就是保持水分 在天气热 天气热的时候 怕脱水 脱水容易中暑 所以保持水分 所以保持水分 就是很关键 就是你要凉爽 夏天你要保持凉爽 的关键 Key本来是钥匙 也可以是琴键 钢琴 那个琴键 它意思很多 那也可以讲 选用词啊 是主要的 重要的 关键的 就是夏天啊 天气热 你要保持凉爽的 一个关键就是 你要保持身体 要有水分 Water 这水啊 Is ideal 就是很理想的 很好的 它是一个水分呢 这水啊 是一个就摆开水啊 或什么水 是很理想的 对于什么来讲 Fore 对于什么 Effectively 就很有效的 很有效的什么 Fluid 就是液体 Lost 液体的流失啊 因为这个流汗 就流汗就是 液体流失嘛 那水分就流失嘛 这时候水呢 比如说开水 什么水 是一个很好的 有效的 一个什么东西 Receiving 接受 接受 这个 这个液体的流失 什么接受 液体流失 这个不好解释 Repeating 继续的 继续流失更不对 Repeating是继续的 Refunding是退款 我们买东西啊 要退款 就是你如果货 不好 所以像一般就可以 建厂级 比如说短的话七天 多的话十四天 可以退款 如果你觉得用不好 当然瑕疵是一定可以退 那有的不是瑕疵啊 你觉得用不好也有 所以有很多奥客 我先用了再说 然后找个理由说 不好用哪里不好 奥客 当然奥客它下次会登陆起来 下次你再去买它公司 别它可能说 对不起啊 我没有办法卖给你 你的过去的也是记录不好 就像保险啊 比如说那个产物保险啊 有时候你这个经常理赔 接下来下一年它给你解约了 我没办法保你 这个问题太多了 Replacing就替换 就是水呢 是一个替换液体流失 液体流失就是流汗嘛 就是你身体流汗嘛 流汗丧失水分 那就是喝点水呢 就是可以补充 Replacing就替换 替换补充的意思啊 就是喝水去替换你的汗 就是流汗嘛 液体就流失 然后这个水 喝水 就补充它 替换它 所以答案是Replacing 所以这一题也是有一点点难度啊 然后 Typing啊 这不是台北 太平岛 就是这个 南海 就是台湾在一个太平岛 上面有驻军啊 有驻一点军队 那很小 太平岛很小啊 有驻一点军队 也是台湾的算属地吧 太平岛 不但是 Not only 不但是什么 台湾的一个国土 Belosso Not only Belosso 不止 也是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Site 是一个据点 一个地点 那CW 经过这个呢 台湾可以贡献 Contribute 是贡献 贡献和平 跟这个稳定啊 在这个 南中国海 所以第一个 你看Sovereign 是主权的 主权的 国土 那当然对啊 当然这个字也稍微懒一点啊 主权的 土地 我们有主权嘛 太平岛有主权 不管怎么能驻军呢 Sovereign Territory 就是主权土地 是标准答案 Alienate 分离啊 分开 分开的土地 那当然也不对啊 这个是我们的国土啊 怎么会是 什么是分开的 分离出去的 它不是分离 它反而是进来的 第二个是土表啊 这个 我们是讲课的时候 也说挂土表 土表的土地 这也不对在陪伴的 offensive是攻击性的 侵略性的 侵略性主义 这也没有侵略 所以答案是第一个 Suffering 一个有主权的 Taiwan的Suffering 非常massive resource 台湾就是承受的 Suffering就是受苦 受纳或承受 所以 生了一些大规模 message 大规模的 这个resource 自然资源的 什么东西呢 Due to 因为呢 过度的捞捕 overfishing 还有这个habitate 是栖息地的破坏 动物的 珍贵动物 稀有动物的破坏 还有pollution 污染 还有invasive spaces 就是有侵略性的物种 introduction是进来 引进侵略性 的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 你把一些这个 国外进口啊 一些这个 有侵略性的鱼啊 什么 哇 你会造成生态的破坏 它大规模的 会杀掉其他动物 这个 台湾 承受大规模的 自然资源 什么depletion depletion 是耗尽的 耗劫 没有 自然的耗尽 承受 大规模的 自然的这个 自然资源的 变成没有 变成耗尽 这个讲得通 因为你自然资源 没有啦 因为是因为 过度劳补啦 一些棋息地 受到损害啦 污染 所以这标准答案 那 Synonin Synonin是 同意词 这同意词 没关系 跟自然资源 没关系 Outlet是出口 比如说 你要走哪里 出口 或者是火 火啊 水啊 要找地方 宣泄 出口 一个自然资源的 出口 这个也 讲不通 Argumentation 增大 这个反而相反 自然资源 都枯竭啦 都没有啦 过度劳补都没余 怎么还增大 所以当然是 depletion 枯竭了 然后the action 这个一个什么行动 啊 去怎么样呢 existent existent 本来existent 是存在动词 它动词加上去 可以是动名字 也可以是形容词 转换成形容词 转换成形容词 变成现有的 现存的 就是ARC呢 ARC就是那个 就是外侨 外侨拘留证 A是Alien Residence Residence Certificate 证件 Alien不只是外星人 也可以是外国人 Alien本来就是外来的 Alien本来不是外星人 外星人是后来衍生出来的意思 可是我们常讲 Alien是外星人 它不是 我们这边是讲外国人 外国人Alien Residence 外国的居民 Alien也可以当外星人 也可以当外国人 也可以当形容词 外来的 也可以当外星的 Certificate就是证件 就是外侨拘留证 必须要Taken 必须要去做呢 就要在30天之内 在Prior to 就是在什么之前 在它Expiration 到期日之前 好那你看The Action 你要做什么动作呢 就是Exceed 是超过 Excel是比什么优秀 Extend是灭绝 Extend是延长 好那这样我们用中文就听得懂 延长 你要延长你现在有效的 这个外条居留证 如果你想要办延长 你就要在到期日之前 30天去办理 Extend延长 那这个超过了 Exceed超过了 比什么优秀 Extend 灭绝了 就不对 所以大概这个情况 这一期稍微有点难度 所以你可以反复的看 先了解意思嘛 我们这边已经480个 这种例句 所以可能你刚开始看 觉得好难啊都不会 可是看久嘛 所以我们看我视频 就是要程度增加 进步 开卷有益 而且会有一些难度高一点 讯息要大一点 如果耐着心看 对你程度增长的帮助是很大 那我最后要 要求大家就是 对我这个回馈啊 就是你看了我视频 如果你英文程度觉得 对你有帮助 你就要把我15个 YouTube频道全部 按订阅 好 这期讲到这里